大家好 今天是11月3日 是11月份第三个交易天 直到现在这分钟 11月份最高的指数是2号的25,639 最低的指数暂时来说是3号早市的24,808点 即是今个月的市况暂时来说是一个先高后低的形态 波幅有831点 由于一个月的高低位是不可能在两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否则831点的波幅也不可能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即是后续一定有更大的波幅点 问题是更高或更低 如果要更高的话 第一个条件是恒指一定要回到10、20、50天线流上 因为这三组平均移动线 都是走在今个月的高位下 简单说 如果持续走在10、20、50天线下 技术上除了属于一个逐沉底形态之外 更重要的是今个月的市势 将会在先高后低形态之下 持续向下走 这点大家要留意 作少少部署 我觉得问题不大 因为我总是觉得 9月的低位23,771点 以及10月5日的低位23,681点 技术上已经组成一年来的一个小伤底 这个小伤底的防守性 暂时来说我觉得是可以信任的